好 孟潔平常都做什麼交通工具 平常搭捷運比較多 小資女 對 就工作節奏搭捷運 然後因為有一次是搭捷運 那一天是因為工作 所以就穿得比較性感一點點 對 然後後來我朋友就是在旁邊 然後就傳訊息說 妳小心一點 就對面有人在拍妳這樣 可是因為它是 對 然後為什麼我會知道 是因為我朋友他是透過就是 捷運的車廂的那個 鏡面反射 對 他就是看到他拿相機 然後是這樣放大 放大拍 如果說今天他偷拍 然後就在妳身邊 妳會怎麼樣 還是妳就跟他 妳會跟他講 誰啊 修好了 他比他修色 妳還講說是我的喔 這樣 其實台灣還有一個地方 變態滿多 就是展場 展場 我之前有一些工作會在展場 然後那一次 我就是跟幾個女生一起 然後就有一個 有一個穿得很邋遢 穿棉褲 吊嘎 拖鞋 然後頭髮就是髒髒 很像流浪漢的那種人 然後他就站在旁邊 就是一直用那種 很猥瑣的表情 然後就一直看著妳 然後我就跟他對道言 然後就覺得這個人好不舒服喔 對 然後我就離開那一個工作崗位 我就去別的地方 然後結果後來沒多久 我就聽到我的別的女生同事 就是在大罵那一個男生 然後結果那個男生就看著他在那邊 就是 然後就伸到褲子裡面 他穿大衣 這就算了 重點是他還就是弄 去 然後我那個女生朋友整個崩潰 格你們聽得懂嗎 格 格 格就是台語 就是手上有一些這樣 配奏我感覺好熟練喔 配奏我示範一下 假如你 勾到子龍身上 妳要那麼高嗎 妳是幹什麼 妳在幹嘛 不行 不能撥啦 妳 什麼 好噁心 其實這一段其實我們可以給 像他們剛剛演這一段 假如覺得 造成我們不舒服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告他們 可以吧 可以 警察大人 是不是我們這一段已經錄下來 我們拿去警察局說 我覺得這個很不舒服 其實這樣他們是不行的對不對 對 這就是性騷擾的部分 請兩位等一下到警察局 但是國外的經驗真的強強比較多 對 可是我真的 因為我其實我是蠻喜歡一個人出國 就常說自己一個人出國看看 有時候朋友不一定都OK 你出國的時候我常常會覺得說 那我要找一個 那邊可能比較熟識的 或是那邊比較懂的人 我就想說那如果有人要一起就一起 所以呢 我的時候就想說那我就要去德國 我就在網路上面 我才會發一個 有要加入的話就加入 其實那時候我認識的一個 就是你是拉丁的那種男生 他說他對他們很了解 他可以加入 剛好他有假期 是嗎 妳是直接在Tinder上面約嗎 不是 不是在Tinder 不是 我看過這個人 我看過這個人 可是這個人你就 因為這個人長得很安全 你們都覺得他很安全對不對 這種人就來訪鬼的 或來叫他幹嘛就幹嘛的 他們都覺得 他們自己有這個機會可以對我怎麼樣 對 妳的 妳是這麼高的 妳剛剛講的台語言 妳的長相 我什麼東西都這麼高的 我怎麼可能會約妳出來 代表說妳的出來用力一定是 很簡單 妳就是個陪 陪一個工具人 妳陪我一起 就是個工具人 妳不要自以為是好不好 他來的時候我在化妝 他一直這樣開始要幫我按摩 這樣摸摸妳 然後我想說 不是 我想說他 我想說他是覺得他就是工具人 她說他這次在這工具人呢 一種服務嗎 她說好 那我不予有他 結果呢 晚上回來的時候我想要睡覺了 晚上睡覺了 你知道嗎 半夜他竟然 開我的門 然後在我的床上 然後壓著我耶 好可怕喔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週天綜合台 同學來了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讓真相 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